昨天賴清德起手勢就是要戰總統大戰 那藍軍內部我現在也進入了一個內部的矛盾戰 那當然喔 人人都有總統夢 可是今年的總統大戰非常複雜 今天的總統大戰非常複雜 尤其是賴清德已經登場了 可而且現在即將要過年了 過年總要除舊不新嘛 要大掃除一下嘛 可是呢 我們他面對的一個第一個難題就是什麼 蘇貞昌這個內閣到底會不會除舊不新 還是呢 有國民黨的精神 人混則混 人拖就拖 人賴就賴 這變成是一個難題 本來呢 上個禮拜十三號的時候 又應該是整個立法院結束 然後總預算過了 那個蘇貞昌該不該下 就應該處理掉了 但是到現在為止 又拖到今天 現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立法院還沒結束 所以蘇貞昌只是講了一段說 他會去立法院 然後對於改組的事情 會有一個宣布 那這宣布是什麼呢 第一個他用的是改組 他不是用總詞 所以大家就想了 那如果是改組的話 那有沒有包含你呢 因為如果是他的話 那就叫總詞 然後接下來要跟蔡英文討論 這個改組事宜 所以這個一拖下去 那馬上過兩天 就是過年了 所以會不會變成是 如果要改組 那現在這個時候 變成是過年後再處理 那變成是莫名其妙台灣出現了一個看守內閣狀態 那這樣一個情勢都變得是很奇怪 然後另外一個情況呢 這個時候呢 讓賴靖德不能講話 然後另外一個主角人物呢 叫做陳建仁 那陳建仁在這時候 他也不能表態 還是說總統沒給他提過 聖光喔 就只能供在那邊的 你就這邊等著吧 等著人家來點這個聖光 所以是不是陳建仁都不知道 所以民進黨這個情況 就變成拖在那邊 然後到底蘇貞昌怎麼樣 蔡英文在猶豫什麼 在想什麼 都拖到變成賴清德 現在這個春節期間 我相信賴清德 要做什麼事情 怎麼樣 都受到一些阻礙 但是呢 民進黨籍 賴清德籍 更極的人 叫做國民黨的部分力量 尤其是中時旺中集團這個力量 連續兩篇社論 開始就替侯友宜召集了 為什麼替侯友宜召集呢 他先是在1月13號的時候呢 當時呢 就開始勸勁侯友宜 社論喔 用社論來講喔 民氣可誘 侯友宜因更早表態 可是這幾天下來之後 又一個情況之後 他們發現說侯友宜 你再不表態 你可能呢 被大家拿出來這邊檢視 在那邊考 考到最後又考到超回答了 所以17號的時候 整個社論講得更清楚了 就變成是 中時的社論叫做 唯宜 戳陀魯 侯友宜的重大警訊 他們為什麼認集呢 因為他們其實是全台灣 最早表態 在去年還沒有開始 1.126大選之前 侯友宜很難得的 接受他們的獨家專訪 專訪完畢之後呢 你看 中時馬上用頭版頭條 好 這個是中華民國111年9月7號 對 就是1.126還沒有投票的時候 中國時報就用頭版 直接刊登侯友宜的專訪 對 而且他說勇於承擔 然後中國時報就開始延伸承擔什麼 是不是承擔2024 當然當時候全部都是開始推動這件事情 然後推動這件事情之後 所以後面有很多新聞出來 包含如果他要參選 後面要不要破百萬票 破百萬票 這些數字一路過來 那最後呢 他也贏了這麼多 所以就一路拱上去 但拱上去之後 為什麼他們這樣急了 為什麼這麼急了 在這個時候呢 是因為第一個 朱綠倫就是把你擺著 那擺著之後 讓你去繼續拱侯友宜 那拱侯友宜 大家就開始用統統規格 去看你侯友宜 那看侯友宜之後 就侯友宜越演越荒謬 最新的一個事情是 大家開始問一件事情 如果你連要不要去新加坡 要去新加坡幹什麼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能當總統嗎 我們前幾年講過 說他要去新加坡嘛 但是去新加坡之後 被人家講說你去新加坡幹什麼 大家質疑了很多之後 突然出來講了 沒有行程未定 不一定要去 然後去新加坡是做城市治理 人一個這樣一個事情都可以搞的 這個猶疑不決 你的能力 你真的扛起責任嗎 所以他民調一個月跌7%合理啊 我認為下個月再7%都算合理範圍啊 尤其是那個有機構效應的T台民調 3434然後在民意基金會 一掉就掉了7%對不對 那這裡面有一個最重大警訊 其實有好幾個警訊 這個警訊第一個 你這個時候民進黨正在肉衰 民進黨是創囊以來選擇最差的一次 那這個時候你竟然只有34% 只有34%是什麼 而且是T台這麼藍的電視台 做的民調都只有34% 34%在台灣是不可能贏得大規模的選舉的 不止不可能 而且對國民黨來講 常常講說國民黨往往是被提名的那一刻 是他的最高峰 後面就會往下走 所以像連戰當時的時候 連戰跟連送合的時候 72% 那阿扁根本就不用玩了 但是最後阿扁還是連任了 而這個呢 大家講韓國瑜對不對 這個是2019年7月15號 國民黨五加民調的初選結果 那初選結果知道 韓國瑜那時候多強啊 看最下面這一排 政黨對比五加民調的平均 韓國瑜是47.7 然後蔡英文只有15.8 韓國瑜贏三倍 贏三倍的一個情況之下 但是最後呢 韓國瑜慘敗 那你現在只有連47 連過四成都沒有 只是34 那你這個時候你跟賴清德只贏他9% 那如果你想到說 人家說你是韓國瑜2.0 那你如果真的是韓國瑜2.0 你能夠跟這個情況比嗎 你碰到這樣的一個情勢之下 你侯友宜真的有希望嗎 那第二個呢 踢台那個民調裡面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重要在哪裡呢 你是34% 郭台銘也是34% 這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是43% 郭台銘是24% 那不用玩了 那就是大家就去拱你侯友宜嘛 那如果你不是 你跟郭台銘一樣平起平坐 甚至於在裡面的一個問卷裡面 誰能處理兩岸關係 那是台灣最核心的問題 郭台銘30% 賴清德17% 你只有11% 那你侯友宜真的能夠代表國民黨嗎 所以確確實實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內部裡面 開始有很多支持者 他們的理性開始要壓制過他們的感性 所以看到風傳媒有一些投書 開始奉勸侯友宜 你欠缺中央歷練 你欠缺不只國際觀 你中央歷練都不夠 你至少當過一次中央的部長 再來選吧 不要急 可是在這種不要急的時候 你就看到另外一個情勢就出來了 這情勢就是說 那這樣子 郭台銘 是不是可以國民黨請他回來呢 而這請他回來的話 那對朱立人來講 當然是一個利多 所以現在又傳出來了什麼 有很多人揣測啦 事實上我所知的是 目前為止沒有正式談到 是不是要郭朱佩 但是有人在拱郭朱佩 就是郭家朱 而且這個有人不是普通人 謠言傳言好像是宣明智 宣明智 因為福祉高宏安勝選 宣明智可能對於這個政治的操盤 跟政治的興趣有越來越大 除了宣明智個人有興趣 他會有這個事情 而且形成一個潮流 難道只有宣明智嗎 是不是很多所謂的 知識欄 科技欄 菁欣欄 真的沒有辦法嘛 當年的時候一個韓國瑜 已經他們覺得國民黨 怎麼這麼扯了 然後現在來到國民黨的救世主 永遠就是這種空空洞洞的 才能當國民黨的救世主 我直白講 我昨天在本節目上面公開講說 我所認識的半導體大咖 至少有五個跟我說 韓國瑜絕對不夠格當台灣的國家領袖 韓國瑜沒有辦法處理這麼複雜的半導體世界大戰 我公開敢講的話絕對是公開負責 有人聽我講完之後發メッセージ給我 再加我一個 而且我現在講的咖都是上市櫃公司大老闆 但他們都知道 美中的中國戰裡頭半導體是晶片核心 而且他們知道半導體產業要賺中國錢越來越難了 而他們也知道儘管越來越難 他們要經營企業 他們也不要涉入政治太深 免得變成別人的標靶 但是他們都知道像侯友宜這樣的政治人物 絕對不夠格領導台灣 我敢講的話我通通都負責 但是2018年的時候貿易戰的時候 一大堆電子業拜託我在節目講話 叫我要天天做貿易戰 因為台灣社會沒有敢 可是我認識的一堆電子業都在搬家 而且有的被美國客戶高資搬家 有的被AIT的好朋友高資搬家 通通在搬工廠 可是每一個搬工廠的都怕被老控 這個藍湖截湖跟搶錢 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公開講 只能偷偷搬 但是他們拜託我公開講 他們拜託我公開講 讓台灣社會理解真正的國際趨勢 我天天做貿易戰的時候沒有人有feel 2019年大家都有feel了 今年2023年全世界都知道 半導體老美不會放過 老美不放過到逼台積電 亞利桑那給我開出產能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台灣此刻固然擁有最好的半導體的 強勢國家資源 但是也最複雜 那我就直白講 警察侯友宜想要好好做事情 你就好好做市長 你真的沒辦法做半導體 所以宣明志想要拱郭台銘跟朱立文 我理解 你要打死我 我都不相信宣明志認為 侯友宜適合領導台灣 儘管宣明志的政治立場保證不是綠營的 現在國民黨要真正面對問題 不是你討不討厭朱立文的問題 而是你國民黨真的相信侯友宜會是這樣一個人 就是國民黨的救世主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國民黨真的非常悲哀